- 各位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推辨时代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带领着电视机前面所有的观众朋友 跟随着我们国际福伦3501地区的总监周玉婷 还有他的团队伙伴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集结爱 集结热情还有集结活力与医生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跟随着他们的脚步 一起来爱护身体的健康 尤其是我们的肝脏 希望能够把正能量放在自己身上 同时也能够传递下去 好赶快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与会贵宾 今天的贵宾呢总共有10位 那首先第一位呢当然要来 欢迎今天的最佳女主角 就是我们国际福伦3501地区的总监周玉婷 周总监 总监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邀请到总监百忙当中 特别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第二位是我们新竹第二分区的助理总监 赵志宽 宽哥 宽哥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三位呢是我们地区干病的防治推广主委 范阳峰 范主委 主委好 大家好 我是新竹东南社的干病防治推广主委 好 很欢迎主委来到现场 第四位一样是我们地区干病防治推广 是我们的中立分区的主委 叶惠美叶主委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中立分区干病防治推广主委 美 好 很开心邀请到主委来到现场 那下一位呢是我们地区干病防治推广我们的苗栗分区的主委 王神保 王主委 主任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很开心邀请到我们这个这边的五位重量级的贵宾 那当然呢另外这边呢还有五位的贵宾赶快来为大家介绍 首先第一位是我们中立北区社的社长杨美玲 杨社长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今天很开心邀请社长来到现场 那下一位呢是我们新竹乐立福伦社的副社长叶廷伟 叶副社长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下一位是我们苗栗童花社干病防治主委林丽华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好 后面两位呢穿着很漂亮的这个粉红色制服的呢 是我们新竹凯蒂福伦社的两位伙伴 来我们两位请两位伙伴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来首先第一位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凯蒂福伦社 我是娟妮 好 第二位来请说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是凯蒂福伦社的安妮 好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这么多这个福伦社的伙伴来到我们的现场 那当然呢 刚刚借由他们的自我介绍的得知 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要来聊聊这个干的这个预防跟防治 那等一下再请他们好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当然一开始还是必须要先请教我们的总监 好 您是2024 25年度的嘛 那您的这个年度的计划是不是已经都在这个您的这个运筹帷幄当中 没错 因为24 25年度呢 其实国际福伦的年度主题是生气福伦 那为什么是讲生气福伦呢 其实也就是因为我们的RA社长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气的双手 然后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 那当然今年的年度的重点 我们不外乎还是一样 我们希望呢能够招募更多的一些对服务有兴趣 而且他是本身可能比较喜欢参加社团的朋友们 一起来加入我们国际福伦的这样子的一个行列 是 好 所以这个神奇福伦 然后呢能够希望有更多像我们在场各位这么有热情 有活力然后有爱的这个伙伴们一起加入 那你自己在这一年的这个时间里面 有没有规划一些譬如说短期的目标啦 中期的目标或者是更长远一点这个长期的目标 基本来讲的话其实福伦社的总监 地区总监其实他就是一年一任 那在我今年这一任的年度目标 当然我也希望呢就是有更多新设有的 是 加入 对 那再来还有一个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也希望我们今年的服务计划 能够做得又远又好 嗯 又远又好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是跟干病预防有关系 那跟这个总监您其实心理的目标是有一点点吻合 您有规划了三个很重要的这个家庭日对不对 好 那这三个重要的家庭日是什么 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 在二十二五年度呢 其实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家庭日 那这是属于地区的活动 那第一个家庭日呢是叫健康家庭日 那健康家庭日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结合路跑再加上园游会 因为呢让喜欢跑步的人呢和不喜欢跑步的人 全部都可以在一起 对 然后呢而且还可以吸家带卷 福老习少就是一起来参加这个活动 可是这个活动它主要的 它其实是在宣导根除小儿麻痹计划 因为呢国际福人已经做了三十几年 根除小儿麻痹的这个计划 我们希望呢能够最后的一礼录 然后不要放弃 那第二个家庭日呢是叫预防家庭日 对 那就是针对于我们今天的这一个主题 就叫做肝病防治 那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肝病是果病了 那所以呢我们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就是肝其实事实上它不会发出任何 是沉默的器官 等它发生的时候就来不及 没错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借由肝病防治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然后呢能够做肝腮检 然后也可以帮大家抽血 然后呢去检查 那这样子就可以预防之后不必要的一些疾病 是 好 这是预防家庭日 对 预防家庭日 那第三个家庭日呢叫做一文家庭日 因为我们有了健康的身体 然后呢我们又有预防的概念 当然呢我们内在的部分的那个 也要被讨厌 对 就是内在的那个升华也是需要的 所以呢我们第三个活动就是预防家庭日 可是这个预防家庭日也很特别哦 因为呢我们如果说今天有一个议文的活动的话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想的是小孩子可能不适合 可是我们还是一样叫家庭日 就是希望你可以把孩子都带来 因为我们这个议文家庭日呢 其实事实上是可以孩子一起来同乐的 好 这个三个家庭日听起来很精彩 这个不管是马拉松也好 或者是议文也好 还有今天的主题也好 每一个都很精彩 好 那接下来呢 刚刚这个总监有讲到了 其实在今年的一整年的 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招募到更多 有热情有活力 然后有共同的目标的伙伴加入 那总监当然也有他自己的伙伴 团队对不对 那您的团队叫什么呢 您有帮他取名字吗 有的 因为呢 我们今年的团队叫Uni Unity 那Uni它代表什么意思 它代表是独一无二的 独特性的 可是Uni的谐音 其实它就叫做有你 有你 所以呢 我们今年的团队的名字叫做 有你团队 那有你团队为什么是这么 是讲有你团队 因为有大家就有你们 才能创造最好的我们 那让我们一起在二四二五年度 我们可以像抛心人一样 共创神奇 共创神奇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一下 到底这个有你团队 有什么样这个特殊的活力在里面 我们来看一段影片 那也就要来看一段影片 请和我地 来来来 我们一起迎着风 迎着雨 不怕那路继续 来吧 朋友往前去 往前去 带着你的热心 我们不怕风和雨 不怕那路继续 美好的这世界 需要我 需要你 为什么不风险出 我们的热情和火力 来来来 我们一起迎着风 迎着雨 不怕那路继续 希望你有我 多长成心 美好的这世界 需要我 需要你 为什么不风险出 我们的热情和火力 来来来 我们一起迎着风 迎着雨 不怕那路继续 来来来 我们一起迎着风 迎着雨 不怕那路继续 有你 有我 多长成心 好 有你 有我 多长成心 然后呢 来来来 大家不怕这个崎岖 然后也不怕风 不怕雨 就是要迎接挑战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即将要迎来的挑战 在11月16号这一天呢 我们会有一场很大的这个 干病的预防的活动要登场了 不晓得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总监有讲到 其实有这个健康家庭日 预防家庭日 那健康的部分 预防这个小儿麻痹我们大概都知道 那接下来要跟总监请教一下 为什么会特别针对于干病的预防这个部分 这么的用心跟琢磨 应该是说 其实我们知道国健署 其实在这几年也都在推干病防治 那当然我们呢 很凑巧 我们提前了一步 未雨绸缪 对 提前了一步 那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刚刚就讲了 肝是不会发出任何讯号的一个器官 那所以呢 我们也会希望大家 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那同样的我们也经过了 就是一年多的时间 之前呢 有我们的就是宽哥 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那个Kitty姐的部分 就是有梅盒 然后就是干基金会 那我们了解了干基金会的这样子整个的过程之后 其实我们更能够确信 我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去做 所以我们今年呢 希望当然就是在聚城 然后呢 当然也就是聚城的董长也很支持我们 然后在聚城的部分 我们就办这样子一个大型的地区的干防治的活动 嗯 好 那总监刚刚有讲说 其实他 您刚刚是讲说在还没就任 还是说就任之初就去拜访这个 还没就任之前 还没就任之前 你看看我们总监有多认真 对于这个干的这个防治跟保护呢 他真的非常的有这个未雨丑闻的这样的概念 很棒 那接下来呢 他刚刚有讲到这个干基金会 对不对 我们也有准备了一段影片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这个干基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单位 他们到底对这个干病防治做了哪些的努力 一样大概差不多三分钟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三十年前成立干病防治学室基金会 就是受到台湾干病医学的教父 也是我的老师松一楼教授的启发 在台湾的医界里面呢 他是一个典范 他教导们在大学医院里面当医师 要有三种责任 第一个就是要教学 要把你会的教会学生 第二个要好好看病人 把病人当成一个家人 第三个要去做研究 研究治疗的方法 让病人可以得救 那么他本身就是一个这样的典范 有人问我 假如你有假设你有哪一次的方 你想做什么 我都想做医师 这个为什么呢 我们医师是为了病人服务存在的 为了病人存在的 病人屠服 要提供他的问题 那总是解决他 这是我有错的人 肝癌死亡率第一病变成第二病 患性肝病 肝炎化变成10病之外 这就是基金会不护国典的期待 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这个就是民国73年 宋教授跟李国廷先生 那时候推动全世界第一个 妈妈是代源的新生儿注射病肝疫苗 民国75年全面对新生儿注射病性肝炎疫苗 在民国75年以后出生的我们称为新台湾人 他们的病性肝炎疫苗 不到1% 现在肝炎化肝癌 在年轻的一代已经非常少非常少 所以他们的努力 让我们台湾年轻的一辈 免于肝炎的威胁 企业家 他们对我们的这个共产 我想一定要提 谢谢他们 不然的话 这个基金会也发布到 这个 还有一个 这个工作 一定要很多人吧 幸好我们有很大批的艺术工 没有他们存在 你这个要做很多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 要对他们表示 是那种人的谢意 很多志工朋友 很多社会的爱心朋友 他们用他们的爱心来捐助 赞助 当志工 所以让我们过去30年来 为我们台湾的国人 干兵的防治工作 做一办购献 真是要再次感谢 台湾所有的爱神朋友 各地的志工 还有我们基金会的同志 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 干兵防治学士基金会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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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三分钟的等等的影片呢 我想看的真的蛮让人感动 然后我也看到我们总监的身影在里面 那的确这个 陈如总监讲讲的 其实我们的肝病 是我们的国人的通病 很多人都有肝这样子的疾病 但是很多人都不自知 所以呢 这时候提前的筛检跟预防 就非常的重要 那除了我们的总监之外呢 其实现场有一个人呢 据我所知 当初就是陪伴他 就是去拜访我们这个 学术基金会的这个 也是灵魂性的人物啦 就是我们这个新竹 第二分区的助理总监 赵之宽 宽哥 宽哥 宽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 当初的机缘是什么 然后您11月16号 打算要办什么活动 有什么内容 是 有鉴于就是 我们总监当一次开始 也就是觉得说 在这个预防家庭日 我们一定要做一些 有意义的事 那我们后来知道说 像国建署明年 2025年就是我们 西干在台湾要终结的一个日子 所以现在等于是 最后的一里路 那同时 我们又跟干机会 这个相关的这些领导们 在讨论 那干病防治就是他们的责任所在 所以他们也很希望说 我们有一些团体 能够互相 因为刚刚影片里也讲说 需要很多很多的人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讯息 就传递到我们的总监 让总监知道 那总监也是一听以后觉得说 这个是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呢也就鼓励我们 我们继续往下进行 那经过我们跟干机会 做经过多次的协商 最后也请我们的总监 去一起去到台北去商量 那我们争取到的是一个非常难得 就是干机会它准备就是说 希望跟我们一起合作 我们这次要做一个在筛检上面是一个破纪录的一个名额 就是我们希望是1600到2000人次的干病防治筛检 同时也增加就是在这个抽血检验当中 另外再额外再追加 对每一位来受检人 他的肝癌症的一个筛检 那结果这样子的 其实这个工作量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也就不敢掉以轻心 最后干机会当然就是他们非常的想要就是说服务更多的人 所以又特别在为我们在争取另外有350名的腹部超音波的名额 那这些庞大的这个所谓的预算 全部都是由我们福人社还有就是干机会 我们一起想办法来克服 那所有参与筛检的民众都将会是完全的免费 所以希望这个有意义的活动能够得到大家的热烈参与 好 所以听完我们宽哥的这期话 我知道为什么我刚刚宋瑞楼宋教授会讲说 志工要感谢 然后企业也要感谢 有很多的志工才能够成就现在这样的成果 宽哥您刚刚讲了这么多的这个我总结一下 您说会有1600位的民众可以到现场去参加筛检对不对 然后除此之外还会有350名的民众可以扫这个腹部超音波的 好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我们专业的医师 因为我们这个现场有一位这个范阳峰范主委 他同时呢本身的职业是专业的医师 好 那我们刚刚有看过影片了 影片我们都知道这个肝防治非常的重要 那以您这个站在肝病防治的推广的主委 还有专业的医疗的角度来看 到底这样的活动对我们民众的健康来说有什么样的帮助 谢谢主持人 这个我们这次抽血做筛检对于我们肝病很大的肝病 他刚刚讲的很大肝病就是肝癌或是肝硬化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假如说你这个人得到B型肝炎或是C型肝炎 他不知道 他就这个病会一直走一直往前走就一直恶化 到后来有可能变成肝硬化 有可能变成肝癌 B型肝炎C型肝炎都是一样 结果都会变成这样 可是假如说你有去验血 这是我们检验的 像C型肝炎我们就讲验C型肝炎的抗体 再加上我们验肝功能检查 那当然还有其他癌症的指标 那我们可以验出来C型肝炎 假如这个病人验出来了 我们现在我们的健保局 它也是治疗是给付的 我们这个治疗它会让它痊愈 所谓痊愈就是说它会不见 C型肝会不见 那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假如说你本来是C型肝炎 有可能变成肝癌 肝硬化 那你找出来 筛选出来 你治好会治好的 就是会没有C型肝炎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另外以V型肝炎 当然是V型肝炎是比较困难一点 但是我们有治疗结果也很好 所以两个都是非常好 那超音波呢 超音波跟超血它的差别是什么 超音波是不一样 超音波它主要是对肿瘤 就是因为很多肝 B肝和C肝 它的病人到后来很多会变成有肝癌 但是它那个假如是许川医师 许医师 他假如是他可能做我们350个 他检查就连一公分之内的小瘤 他都可以验出来 所以说那个是非常好的 他这次帮忙我们是可以让我们做这个 他们非常有经验 非常有心 洗医师还有一个黏医师 那两个都是非常有经验 可能这次都会来 这次都会来 就是这两个 然后让我稍微分开来讲 C型肝炎就是肝炎 它是一种病毒的感染 就是RAA病毒的感染 它感染的方式最主要是有伤口 好像输血或是有开刀 或是说你伤口割刀 或是有吸毒的 用同样的尖头的人 有时候会穿耳洞那些 也是会 有刷牙或挂鬍子 那也会传染 吸肝的部分 但是他刚刚我们走这些角度也讲过 C型肝炎它的病症就不明显 平常就像感冒一样 有点发烧 有点肚子不舒服 有点累累的 就这样 因为肝脏 肝脏里面没有感觉细胞 外面膜才有 所以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所以很困难 他就不知道 可是我们这次验是有验西型肝炎的 把他验出来以后 当然我们的 因为他病症不明显 传染就是刚刚讲传染 然后我们假如给他治疗 台湾现在我们治疗方法怎么治疗 就是我们治疗是用口服的 口服的药剂 国外的很强 国外他们的药剂很强 他们服药服三个月 以前四个月 现在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我们台湾的治疗率 治愈率 就是95% 有人报告是98% 99% 98% 99%就好了 所以刚刚我们AG讲是说 我们政府预定明年是要清零 把西型肝炎变成零 全台湾没有 现在台湾还是 还是有零星的 对不起 台湾现在还是有 两万五千个病人 在估计中还有两万五千个 就是可能还不自觉 还不知道的 如果能够透过这样子 提早的筛检 就能够把他们找出来 所以说我们这次帮忙 也是帮忙政府 也是帮忙自己 跟我大家 大家努力来 把这个西型肝炎消除掉 所以这样听起来 专业的医师的建议 十一月十六号这一点 就一定要去了 十一月十六号非常重要 刚刚讲西型肝炎 先讲B型肝炎 B型肝炎是 因为症状还是一样 我们总体讲过 这不明显嘛 它是很沉默的器官 它也是一样感冒 或腹痛一点 但是呢 它的传染途径 稍微是跟西型不太一样 跟西型一样 当然是开刀 输血那些 B型肝炎它是这样 它是 它会经过其他的联盟进去的 所以要小心 就是有时候 男女的性行为也是会 所以要小心 要保护的 然后治疗的方法 B型肝炎跟西型不太一样 B型肝炎它是用DNA 它的病毒 它这病毒一进跑到人身上去 它这个病毒就会跑到肝的细胞里面去 而且它会跑到细胞里面的染色体 那就麻烦 它跑到染色体 你要把它清除 非常非常困难 但是呢 我说我们听众大家不要害怕 还是有效 我们谁是用药物治疗 当然有吃的药有打针 也要不要治疗 当然是由我们治疗的一时决定 他们吃这个药或打针有什么好处呢 它虽然不能清除它 但是呢 它会使我们治疗的 它病毒啊 就是B型肝炎的病毒会减少 就它会阻挡它的复制 因为它病毒到我们身体会复制 它就把它阻挡掉 它病毒数量减少 另外它因为B型肝炎 它假如B型肝炎你没有治疗 它得到肝癌的比例 是正常的一百倍 一百倍啊 你想看 很惊人 很惊人嘛 但是呢 你有治疗它 用药物治疗 它就是我们要把它阻挡到 让它不变成肝癌 也是不要变成那个肝硬化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然后它肝的功能变好 而且有吃药 本来是有肝硬化的人 它可以reverse 到肝硬化变成没有硬化 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情 但是呢 它治疗时间 因为我们讲 它的病毒是跑到细胞的染色体里面 很难清楚 但是我们疫情治疗 健保局是要治疗三年 刚刚讲的是三个月 这个是三年 三年 三年啊 但是它治疗费也没那么贵 但是三年 但是它又会讨很多嘛 你看 本来是会肝癌的 所以病毒不会肝癌 不然有肝硬化 比较不会 而且人有生活快乐 哪里有 就变彩色了 对啊 彩色人生 对 非常好 所以我们这次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请我们 那我们邀大家一起来变彩色的 对 所以接下来要请AG跟我们讲一下 到底那一天有什么样的门槛吗 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年龄 在三十岁以上 其实都可以来 来做这个筛检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 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然后顺便 我们在终结期间 最后一里路 大家一起努力 好 11月16号 谢谢大家 大家记得 那当然总监这么努力 然后这个AG这么努力 然后又有我们这个范主委 这么专业的这个呼吁 诚恳的呼吁 那我们这个各区也是要认真努力来推广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请教我们的 叶惠美叶主委 好来聊一下 就您的部分呢 您怎么样来看这样的活动 怎么样去协助总监协助我们AG来推广这样的活动 是 各位观众好 那其实在我们总监代理之下 我们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 那在我们中立分区呢 有三十几个社 那三十几个社呢 我们会有定期的这个会议 那我们会在这个会议里面呢 所有的社长秘书都会在一起 所以我们将这个肝病防治的这个所有的讯息 都告诉了这个所有的社长秘书 在他们各社在由社长秘书呢 传达给各社的社友 那在这种就是有点像树枝分枝的 扩散出去 扩散 让他们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然后呢 影响他们的周遭 周遭的社友 然后朋友亲朋好友 还有他们的同事或者是员工 让所有人都尽量的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去把这个讯息传播出去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在这 这样的方式 这种管道能够 让更多的人 能够就是 关注这个问题 然后也希望在这个 11月16号呢 来大家一起共襄圣局 所以现在大家应该差不多都动起来了 对不对 应该开始动咯 我们9月20号已经开会了 这有没有人给你什么样的回馈 或者是觉得这样的活动真的很棒 因为我们是9月20号才刚把这个讯息 传出去嘛 所以他们会利用我们就是 原定设有 预设的APP 把这个讯息 传到各社 然后由他们再去做这个 就是报名 那这个报名呢 有 我们有一些社呢 他已经告诉我们说 他们想要 推荐弱势的人员来 朋友们平常可能 没有机会去做筛检的 对 那他们想要来参加 那我们就尽量的把这个讯息 告诉他们 的确是散播正能量的一个很棒的活动 好 那是我们中立的部分 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苗栗的部分 我们来问一下比较敏感的问题 要办这么大厂的一个活动 刚刚我们AG有讲了 大概要服务大概1600位的民众 然后还有这个超音波的筛检 这个经费想必是蛮庞大的 这个经费的募集 有没有让您觉得很伤脑筋 基本上是没有问题 大概我们福隆社大概每年做了很多的服务 那这一次的干病房治的这个经费里面 那我们已经跟苗栗地区21个福隆社都已经给他们这些信息都没有问题 而且是在10月20号之前就要把钱汇进到指定的户口里面 是 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有没有需要我们社会上面的一些朋友的协助 或者是也许有朋友看到我们今天的播出之后 也想要来帮帮忙 那我们一般的社会民众有什么样的管道可以帮忙吗 好 应该分成两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就是在经费方面 基本上来讲 福隆社基本上应该就可以把它做一个很好的负担 那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民众方面 就都支持我们这一次的活动 其他就踊跃地来报名 然后我们也在9月16号的时候 把这个报名的这个APP给各分社 也请他们来帮忙 在他们的社群里面 在他们社区里面 或者透过他们的FB 这个LINE的社群里面 去做一个推广宣传 有什么赠品可以拿吗 有 一定有赠品 有拿又可以喝 在当天的话 我们也有这个 记者百货的董事长的书 那也有咖啡 也有咖啡可以喝 是 欢迎大家踊跃地来报名 心灵层面 刚刚像我们总监讲的 心灵层面要满足 然后口腹之余也要满足 开开心心 健健康康 宽哥你刚刚有讲到 其实我们要服务1600位的民众 我们要动员的社员朋友很多很多 但事实上除了我们的社员朋友 很认真投入这次活动之外 我们还有来自社会各界的赞助跟协助 对不对 这个部分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是的 首先我们要非常感谢 我们国内的干机会 这次的活动 所有的包括这个技术 包括很多的经费 包括人员的调度 就是医护人员的调度 都是由我们干机会来统筹 来协助我们 另外一个我们要非常感谢 就是新竹巨城购物中心的罗总 他们整个百货公司全体上下 为了这次的筛检活动 特地把所有广场都让出来 然后规划一个非常舒适的动线 来消化 希望在三个多小时里面 能够消化1600位来筛检的民众 那中间包括所有的帐篷设施 包括礼物的提供 他们也都是热心的参与 那么在这么各方面资源到位 所以我们福人社友 也更加的就是 希望都是卯足了劲 一起来完成这个有意义的活动 所以除了要跟其他的合作单位 干机会还有我们远东聚城 除了感谢还是感谢 谢谢 好 除了我们的社友伙伴们之外 我们的聚城还有干机会 也为这次的活动奉献很多 那另外呢 我们的地方的政府 其实也提供了很大的协助 好 1600个人真的要消化不是很容易 很多很多 然后有些人可能抽血又不好抽 对 不容易 好 谢谢我们这个工部门的协助 好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王主委有讲到 我们这次的活动呢 有小赠品 然后经费目前为止是没有问题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民众来的话呢 可以有咖啡可以喝 然后有好看的书可以拿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要拜托我们 当天所有来参加检测的民众 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是要特别特别记住 然后要落实的 这个部分请王主委来跟大家做一下提醒 好 我再提醒大家 第一个我们报名是实名制 那如果你抽血的话 就不用空户 但是如果你呼不超音波的话 记得你要至少要 四到六个小时以上的空户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 也请你要准时的抵达来做报道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实名制的部分 所以他有一些证件是必须要带的吗 是 比如说他的身份证 一定要记得带 水可以喝吗 水可以 可以喝 好 那这是我们这个主委的 两个主委 三个主委的这个分享的部分 那接下来来问一下这边了 因为这个刚刚有讲了 我们一群人要走 当然就可以走得比较远 对不对 那当然也需要我们这些伙伴们的同心协力 才能够让我们整个活动办得很顺利 那我们来问问看每一个社 他们打算怎么样来配合这次的活动 那第一位是我们的这个美林社长 来自于我们的中立 刚刚我们的主委有讲 已经把这个讯息像树枝状一样 通通散播出去了 那我们这个中立 我们的北区福伦社这边 怎么样来吸引民众报名 大家好 是这样子也诚如我们的业主委 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目标 都是follow我们总监这边 他想要做的事情 那地区这边把所有的事发展出去 那地区就交由我们各社的社长 来去处理去宣导这个活动 那事实上我们针对这个活动 在我们中立北区社里面 其实也非常的重视 我们在社里面的例会 那就已经布达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活动讯息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藉由我们的社友 就是我们的社员 然后了解这个讯息以后 然后再去传达这些讯息 给他周遭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比较弱势的团体 然后能够来参与 这么有意义的这个活动这样子 一传十 十传百 然后我们就可以达到 1600人的目标 好 这是周历的部分 那我们来听听看 新竹的朋友怎么说来 我们的副社长 我们打算怎么样 来推广这次的活动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竹乐立社的副社长 那也是本次的承办社 那感谢总监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我们可以承办这一次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那其实我们乐立社本身 就秉持着快乐做公益 乐活又亮丽的信念 一直在继续的 持续的在做这类型的活动 其实之前我们的卷血活动 就是有服务过很多的民众 有一千个以上的活动 所以我想我们承办这次的活动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那同时我们也会持续的分享 诶 其实干病其实是 干病的仿制 其实是没有像一般的民众 想像的这么 这么的门槛这么高 或是这么难 因为我想一般的民众 其实面对自身的筛检 或是说我们要去大医院做预约 其实都是有一些 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 那可是我们藉由这样的活动 唤醒国人对于这一次 肝病防治的预防预防医师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 然后我们会持续推广 对 我觉得副市长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一般人可能要做超音波 都必须要到医院去 然后还要挂号 还要挂号费 还要等 还要排 对不对 然后我们现在都不用了 我们就16号 11月16号那天去聚程 就有专业的团队帮我们服务 人来就好 人来就好 还有东西可以拿 还有咖啡可以喝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苗栗的部分 我们接下来邀请的是苗栗童花社干病防治的主委 来跟我们聊一下苗栗这个部分怎么样来推广活动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我们苗栗分区有21个分社组织 我们其实已经在动了 就是说在FB里面的分享 或者是群组里面的 我们都会请各社的社长跟秘书就是在推广 那至于社区的方面 社区当然会有一些比较 我们苗栗是属于比较乡下层 那有一个数据就是说 在海线的部分 其实它的V干存在性好像是比较高 所以我们可能苗栗这个部分 我们会有比较一个更沉重的一个责任 就是说尽量尽量尽量 推广再推广 所以我们全力以赴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有再加强 那今天我也会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录影 那如果说节目录影的资料出来的 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用一个比较更积极的方式 在FB社群然后社区 社区会有很多的协会 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群组 我们这个部分我们会努力做好 谢谢主持人 激励的放送 是的 高密度高频率的放送 谢谢 然后让大家11月16号都可以来 好那我们当天会需要一些志工伙伴的参加吗 这个一般的民众需不需要我们一般民众的帮忙 或者是说都是由我们福伦社的伙伴们来加入就可以了 这个问题是请宽哥还是请总监来给我们回答一下 关于这次的活动我们需要动员的志工 其实是数量上算蛮庞大的 大概虽然我们的时间是从下午一点到下午的四点 那在这个短短的时间 但是我们要服务1600人次以上的相关的筛检活动 所以整个在动线安排包括引导包括所有的这个顺序 其实都非常消耗人力 所以我们这些工作量大概都是由我们各地福伦社 就我们三五零一地区的福伦社轮流 一起来互相支援一起来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当天对于我们社员朋友们来说 是一个蛮庞大的责任工作量 然后非常重要的日子 好那最后我想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的总监 好请总监就是来跟大家呼吁一下 同时也邀请一下 好刚刚我们有讲了苗栗这边会强力的放松 所以我们要邀请总监再利用最后一点时间 那个时间啦地点啦 然后邀请我们这个有看到我们推编时代的朋友们 到时候都可以一起来共产盛举 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其实还是希望大家在11月16号 然后呢到新竹巨城百货 然后呢可以一方面就是有这么好的一个 所谓我们讲说预防家庭日干筛检的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你来了之后 除了我们有礼物 我们有小礼物 然后我们有好喝的咖啡之外呢 当然还有可以逛百货的机会 这是一举速得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那其实我很想补充一点 是我们办这个活动呢 首先我们都跟三个分区 中立新竹苗栗三个分区的各个主委 我们也都有讲 因为毕竟我们希望的 当然如果弱势团体 它一定是最优先的 因为毕竟我们在这个活动上面来讲 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做一次干筛检 对我们来讲可能轻而易举 可是对弱势团体来说 它们可能是非常难的 那我们也希望当然就是 弱势团体为最优先 也希望各位就是 你们都可以一起来参加 因为呢参加这个活动 不是只有为自己好 也为你的家人的健康去做努力 总监讲的真的是太好了 给我们总监一个鼓励 好 的确这个总监刚刚有讲到 不只是我们 也为了我们的家人着想 那当然呢 更希望我们这个弱势的族群 或者是弱势的朋友们 也能够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那当然呢也要拜托各位现场的 这个伙伴们 努力帮我们把这样的讯息传递出去 那当然也希望我们所有 有看到我们这集 蛻变时代的朋友们呢 11月16号的下午1点钟 要到我们新竹远东 巨城国务中心 来一起参与这个非常盛大的 干病的这个预防 还有父母超音波的活动 那再一次 谢谢我们今天所有与会的贵宾 能够来到这边 跟我们分享这么有意义 这么棒的活动 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好那我们今天的蛻变时代呢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 我们就预祝 我们11月16号的活动 能够顺利圆满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